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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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Simon 2018即將結束 我們今天要來回顧一下今年的 產品主軸 也就是AI人工智慧 AI人工智慧的舉法有 車牌辨識 人眼辨識 人流辨識 感溫辨識 等等這一些 辨識系統 通通是今年的政府 機關 學校 主推的一些產品 也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今年呢 在高雄展覽館 2018年開店招牌 有賞出一套設備 沒有來的朋友 我們今天在這裡為您詳細的介紹 這一套系統 這套系統呢 有別於傳統的數位看板 或電視牆 只能給你 這些廣告 而沒有去問到消費者 需不需要 買不買單 那這套系統可以針對 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性別 劃分為不同的消費 對族群及區塊 來推播不同的廣告 那它又可以做到 排成廣告的效果 它也有一個後台 包括了你的播放統計 等等辨識統計 等等一系列的統計數據 給你更加更精準的 判別於這個廣告 是不是適合繼續播放 還是你要調整你的產品線 來做更加有效的行銷 還有販售你的產品 如果您對於這套系統 有興趣的話 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感謝你的收看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 謝謝